OK 好 多謝記者朋友 我們這個集會 我們這個集會的訴求就相當簡單 就是希望城市大學的校長 出來和學生教育團 救生對話 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學是一個言論自由 公開服務社會的一個地方 我們應該有一個平台 大家商討 特別是昨天林鄭特首說過 是想與有關的人士 市民公開商討 未來的決策方向 我們這個集會 希望集思講益 得到一些意見 有同學 學生 舊生的參與 希望讓香港這個現時嚴重的動力 是有解決的方法 我們這個集會 是很可惜 校長就不會出現的了 雖然我們是很誠懇的 寫了幾封信 要求他出現這個集會 但是很可能 是校長的人工過高了 750萬 是要有時間去花才行 可能他就是用一些時間去花 每月六十幾萬人工 所以人是失望能夠出席 我們是對他的不能夠出席 是表示為何 希望即使大學校長作為一個領袖 不出席 不是等於教職員 學生 舊生 不參與社會 不幫社會 解決一個困難 我們希望再次講 在雜誌講益之後 得到一些意見 我們會很誠意地 讓政府考慮我們 職員 學生 留身 有機會 鄭教授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說到 收到公信或反對集會 可不可以說一下 幾次收到 以及公信的內容 以及怕不怕 學校秋後選上 今天是超早 我收到一封 學校寄出 給我們工會的 就是說 學校是不主張 同事搞一些政治有關的活動 其實 現時香港來看 都沒有什麼關鍵事 特別是大學 如果大學是面對一個 這麼困難的處境 現時香港 我們都不出來 作出討論 怎麼可以找到 有效的解決方法呢 我們很明白 大學是一個公開的地方 算是 但是不知為什麼 成大是很特別的 好像一些外來的人 是不太受歡迎的 其實這裡我們是值得委屈 因為大學是 納稅人給錢 才能夠運運的 為什麼大學 甚至 一定會擋平 公開 我們是 覺得很奇怪 怕不怕 秋後選項 其實 現在秋後選項 已經可以說 在香港的社會 麻煩人 按照我們所知 一些機師 說了一些說話 例如 那個人家油 都會導致被人炒油 其實都挺得人害怕的 當然 我們大學做工的人 不是說鐵飯門 但是我們都擔憂 說了一些說話 是會 連自己的工作都沒有了 但是我相信 大學做事的人 學生 鬥生 是會支持我們 作出一些客觀的評論 但是如果你說 在大學 作出一些客觀的評論 都要害怕的時候 我就真的說 在香港的時候 都很害怕 接下來有沒有計劃 罷課 或者是罷課 怎樣支持學生 罷課 我聽到學生會 是有意思 是在九月初 是很棒罷課的 我們所以 這個集會就要談一下 假如學生罷課 教職員應該怎麼做 大學應該怎麼做 有什麼資源上可以配合 有什麼活動上可以配合 令到學生即使是罷課 就不會是罷學 變成了我們是要談 有些有系統的事情 去幫助學生 社會不能夠單是 考一些年輕人 一些學生去衝 而是成年人 教授 這些主持不利 我相信我們是做不到的 我們的工會 就沒有立場 我們一向的做法 是教育民主的 如果我們是 有人要求罷課 我們是會付出表決的 就是說 話來說 每個工會的會員 是有權投票 罷課 或者是不罷課 或者是無法 我們得出一個議論之後 我們才可以執行 現時我們沒有這樣的建議 我就不能夠講得太密實 校長是在香港的 不過他個人就不太喜歡接觸學生 教育民主的會員 都不夠 他公開場合 不是很肯接觸的 來了這裏 他應該做了十一年 我相信他未曾公開講過一個演講 未曾直接與群眾對話 我未曾演講 所以很奇怪的 請到校長 他還要 還多四年 但是他好像對於社會是 切絕不理 一個不是大獎 大學校長應有的地方 林鄭林說 請各家大學校長見面 他怕不怕我們學校長 可以不怕 那你見面就看見誰 不見學生和教職員 不是等於見面 我相信 好些人 會不會代表不到學生意見 我相信他一定代表不到教職員的意見 他能否代表學生意見 我想我們問學生代表 但我作為一個教職員的代表 成大校長 一定不代表教職員的意見 都對抗教職員 我相信是要對抗教職員 他不可以教職員 我相信你是否公園 可是我會在學院 對抗教職員